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其其三块上古神器 便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我需要大量的石头 你们去把周围的石头砸碎 现在开始 新伟兽们迅速分开行动 他们的采集速度非常快 我只需要在一边耐心等待 过一段时间 从他们身上取出石头就可以了 去看看他们的成果 他们应该采集到很多石头了 把石头都取出来 我就可以继续铺路了 这么多石头一次性还取不完 新伟兽们 你们好好休息一下 我去将我们的家扩张开来 我去公布 我去公布 好累啊 今天就先破这么多吧 诶 下面那是什么 这里竟然会有这么强的电流 那是一只恐狼 看起来好像是被闪电给电死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闪电 竟然能在地上停留这么长时间 幸好没有电中我 不然我就没命了 电流慢慢的消失了 把狼皮和狼肉给收拾一下 为了便于采集 我制作了一个鞭子 这样无论是树上的果子 还是地上的石头 沙子 我都能轻易的采集到 如果哪个宠物不听话了 我还可以用来抽它 诶 前面有只沙鹅 用我的鞭子跟它开开玩笑 吓唬一下它 哎呀 不小心打中了 不和它闹了 现在采集黑色浆果 制作麻醉药和麻醉剑 有了鞭子 采集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麻醉剑制作完成 刚才的那只沙鹅还在附近 既然它不跑 就把它驯服了吧 先拿着我的流星锤 将它困住 不好 它又喷出毒粉了 其实这种毒粉 是它身上撒出来的包子 没有毒性 但是能短暂麻痹神经系统 使肌肉僵硬 行动变得缓慢 若不是我的流星锤将它困住 我几乎很难追得上它 话还没说完 它就挣脱了我的流星锤 看来 我真的追不上了 太好了 我的麻醉剑起效果了 它没有飞多远就掉下来了 给它喂食果子 上额近看比我想象中大多了 来 跟我回去 回到家里 给它制作一个安具 OK 现在可以骑成了 哇 它的身体毛茸茸的 坐上去非常舒服 沙鹅 喷洒包子 走 我们去找个野生动物 实验一下包子的威力 前面 我看到了一只大地懒 沙鹅 走 我们到大地懒头上去拉拔拔 来 准备 拉 果然 它的麻痹性能非常强 大地懒在它的包子粉尘中 竟然迈不开步子了 虽可惜 它的麻痹作用时间非常短 沙鹅 我们先回家 接下来 我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怎样才能拿到飞龙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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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